后续他们只是忘记了你 我看见有讨论我的帖子了 附加上 余生晃了晃手机说道 赵紫诚睁了一下 捂着头一言不发 最近几天 他一度怀念那曾经的余生 低调 内敛 不善言辞 如今的余生虽然多了些人行为 但不善言辞这个问题还存在 他总是能在不合时宜的时间 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 轻轻地用挣扎你的内心 有时候赵紫诚就在想 话变多了的余生 是不是要更可怕一些 结果显而易见 的确如此 快到了 休息一会儿 路过一处服务区 许元清寡地进去 打着哈欠 从车里走出 看了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钻进了远处的超市 过了一会儿 他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神秘兮兮小跑着回来 左右看了看 确定没人后 这才递给余生 来 保上 余生打开袋子 看着里面的纱布 红药水 沉没了数秒 才抬起头 看向许元清问的 赌场 对 反正外界都传 咱们墨学院都是病好 那咱们就病到底 你打败成重伤 超自成 算了 他已经够重了 在厂门口亮的像 咱们墨学院的胜率 无限拉低 相应的 赌场赔率也会升高 他有时候我重金压上 翻他了几倍 就发财了 许元清脸上带着老狐狸般的笑容 意气风发 总觉得这次大赛过后 未来可期 自己的新公司 就再次怀传着梦想扬帆起航 让那群蜀目寸光的家伙们看看 他许元清也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 你的重金是多少 赵子诚忍不住好奇问道 许元清一脸骄傲 三十万 真多 赵子诚嘴角抽了抽 敷衍地笑着 顿时没了兴趣 将目光落在余生身上 余老大 你有自信没有 有的话咱俩联手压点 转头都盆满不满 余生摇头 我没钱 怎么可能 你前一阵做了那么多的任务 选赏厅的奖金 应该领方了才对 我都看见选赏厅的一名主任 亲自上门给你扳奖啊 赵子诚一脸诧异 送人了 余生解释了一句 想了想后找到一个电话 拨通 有事 电话那边的法外狂图专卖店老板 与其十分不善 你还好意思 给我打电话 知道我为了调金元宝集团的董事长上钩 有他妈多难吗 之前一直没事 到了墨学院几天 就他妈反应过来了 一定是你点的我 都是最常出来的 你好意思吗 阿湘 那边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 声音甚至穿透了手机喇叭 在半空中不断回响 余生安静地等他发现完心中的情绪 才缓缓开口 这次全国大赛 有你的场子吗 你要干什么 电话那边瞬间变得警惕起来 小鸭点 想绕开你的场子 怕被你骗 余生想了想 很诚实地解释了一句 电话那边安静下来 足足过了十多秒的时间 在说话时 已进入春风般和煦 余老板 我之前的声音稍微大了点 别尽管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 但我对你是没有敌意的 给兄弟谈个底 这次墨学院那边 啥情况 试探着问了一句 余生的声音依然十分平静 啊 卧学院 这次选择出站 不退缩 不气馁 奋勇上前 捍卫学院荣光 电话那边再次陷入沉默 过了许久才悠悠说道 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余生沉吟两秒 这次学院的带队老师 是许原青 能够很清晰地听见 电话那边 呼吸声变得沉重了些许 开个架吧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妥协 显然已经明白 想在余生身上白嫖轻暴 不太现实 这次上规模的浅庄有几家 九家 几家是你的 两家 哦 疑问一打间 余生挂断电话 看着这熟悉的一幕 赵子诚古井无波 而许原青的眼睛 则是有些发红 你挂他电话带上 这明显能交易的 两家赌场的大金主啊 你抽他的一场利益 都转翻了 许原青不太理解 回应他的 是余生的平静的目光 以及来自赵子诚的鄙夷 伸出手指 赵子诚也开嘴笑着 三二一 随着声音冒下 余生电话再次响起 许原青懵了 解通 你又痛不挂老子电话 下次挂之前 能不能知会一声 电话那边的声音暴跳如雷 余生轻轻点头 好的 我又挂断了 说完 放下手机 再次挂断 微风吹过 看余生那始终平静的面容 许原青一时间 有些怀疑人生 就仿佛 两个月前的赵子诚 电话在响 余生接通 好吧我承认 九家赌场里 会有六家 继续聊吧 那边仿佛已经认命了吧 嗯 我们要不 五五分 余生再次思索 最终试探着 爆出了自己的 心米语气价位 你疯了吗 啥他妈情报 你要武成 拿老子当憨批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边震惊 毫不犹豫地开口拒绝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啊 可惜 余生有些惋惜 叹了口气 放下电话 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抬了起来 我又挂盾了 说完这句话后 才挂掉手机 很有诚情 空气 有这么一瞬间 都陷入了安静 许原青 这次包括赵子诚 都一脸呆滞地看着他 武成 你怎么不去抢 不对 抢劫都没这个来得快 这次足足半分钟的时间 余生电话 都没有任何动静 就在他们以为 这笔买卖彻底黄了的时候 那悦耳的电话铃声 轻轻拨动了他们的心弦 两双眼睛就如同灯泡般 盯着余生 武成不可能 如果情报的确有那个价值 我可以给三成 电话那边有气无力 显然已经没有了和余生 斗智斗勇的力气 新生的确全部中伤了 这次参加比赛的是我 我没受伤 电话那边呼吸沉重 在开口时 盛音都有些 因为激动而变音 不再傻呀 你他妈去参加新人大赛 对对对 你也是新生来着 我想想 我想想 按照比赛规则 团队赛 最起码也要上场两人 对面必然会是五人完成队伍 这人盛音逐渐变低 像是在思考还是什么 余生探了眼远处 正在眨眼的赵紫诚插话的 我带了一个 有上场资格 实力如何 内边追问 余生沉吟 他们叫他 几分从 你能一打五吗 刚刚说完这句话 那人就吃笑一声 像是在自嘲 终止了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里面可以运作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 我会将赌场内 其他学院的赔率拔高 再将墨学院的赔率下压 你进城的时候低调些 最好装作重伤 这样 绝对不会有多少人 压墨学院拿冠军 到时候可以狠狠地搁上一波韭菜 这三成值了 等大赛结束 墨城那边的黑市 有一家我的总店 你去那儿取钱 这人语气极快 条理分明 没有了之前那股沙哑的劲儿后 声音听起来还挺刺激 余生全程没有再继续说话 直到电话挂断 许元清才微微皱眉 忍不住插嘴问道 万一你给了他情报 他不分你钱怎么办 或者比赛结束你去拿钱 他黑是黑 余生看着许元清 认真地摇了摇头 他不会的 罪成规矩 交易一旦确认 必须完成 不然 我会杀了他 余生轻声说着 开始研究起了那些绷带 胡乱地往身上尝着 许元清足足过了十秒钟才缓过身来 深吸一口气 两个罪成之间的人 都是这么沟通的吗 喂 你这缠的方式不对 太假了 应该这样 探着余生用纱布绕着自己一圈又一圈 许元清一脸无奈 走过去亲自指挥 最终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此时的余生右手缠着绷带 掉在肩膀上 胸口也被绕了几圈 唯一还算好的 就是双腿没啥问题 用许元清的说法 伤得太重 假了点 一群重伤为人力挑出来残塞的 一定是轻伤 现在这样刚刚好 机嫌的没什么威胁 又变得合理 不然真弄两个轮椅过来 墨学院是来搞笑的吗 墨城的城门异常雄伟 人山人海般的记者 拥挤在城门口处 长枪短炮 内部消息 墨学院的人即将抵达 最离谱的是传出这个消息的 竟然是几处地下赌场 众人也是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 蹲在这看的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林业和林武本身就在墨城 其他高校人来得也很早 那些学生们早就挖过一大圈 没什么价值了 只剩下墨学院 这么一个中头戏 一经发布 绝对又是火爆全盲的中头戏 而最引人注目的 是众多记者最前方 站的一名少年 少年面容清秀 与赵自成的阳光 属于两种分割 清秀之中还带着些许冷峻 坚硬 身体缠的笔直 五千秋怎么来了 不会是给墨学院下战书的吧 有好戏看了 一会儿报道 咱俩分别写不同的版本了 我先五千秋 奥里墨城门前 一人倒遗院 下战书 见生死 你先五千秋 趁人之危 弃辱病号 再引导一下舆论 脱脱地爆款新闻 一名记者小声说道 另一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悄悄互握了一下双手 达成公事 来了来了 墨学院新生入学时 这车我在江城见过 是余生的 很快 其中一人眼睛亮了 原本还有些 无精打采的记者们 瞬间就如闻到 肉味的狼挤了上来 长枪短炮举起 对着远处奔袭而来的车 然后 眼睁睁看着车 稳稳停在城门处的 一个停车妹上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许元清戴的墨镜 嘴里吊着牙签 潇洒下车 看着众多记者 微笑着挥了挥手 操 是老师 别拍了 浪费交绝 一名名记者低声喊着 直接无视了许元清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辆车 特意换下睡衣 打理了一个小时头发的 许元清看着这一幕 有些孤寂 心累地挥了挥手 车门打开 万众瞩目 首先映入眼帘的 没有什么美腿高跟线 而是一根拐杖 然后就是打着石膏的脚 踩在地上 一个戴着猪头面具 身材挺拔的少年 走了出来 微风吹过 他那飘逸的长发 一时间 莫名带着 些许出尘的气质 然后 咚一声 或许是太过于 在乎气质和姿势的原因 打着石膏的腿 先落的地 踩得还挺用力 倒戏冷气的声音 十分明显 捂着腿 忍不住跳了起来 拐杖掉落 重心不握 摔倒在地 有些冷背 苦心营造出的高手 登场气息 瞬间消失不见 一群记者 只来得急 拍下他的袖口 嘎嘎二字 愤怀显眼 此时的气氛 是有些尴尬的 这些记者们 甚至有些茫然 不知道该继续拍下去 还是在等等 而且 为啥这人脸上 还戴着一个面具 第二人走下 脸上戴着猴子面具 原本那身帅气的校服 因为绷带的原因 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 默默走到猪面具前 将人搀扶起来 一个断腿 一个断手 看起来更像是老弱 病残中的残足喝 记者们言语间 就已经驱除掉了 几个错误的案 然后一脸无奈地 看着墨学院这仨人 有意思吗 侮辱我们的智商吗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 表达震惊 怀疑猜测 来凸显出你们 墨学院的智慧 不过他们这状态 真能上场吗 我严重怀疑 他们俩得罪了校灵党 是被派过来送死的 议论纷纷 又拍了几张照片后 记者们便将目光 没在了武前秋身上 重头戏该来了 这才是他们 所期待的头条新闻 这次比赛 我会拿第一 但对墨学院不公 到时我会去墨学院拜访 证明我这第一名的罕见量 武前秋看着余生和赵紫诚 平静开口 仿佛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 身上所散发出的是绝对自信 余生赵紫诚 有些盲人地看着他 余老大 这傻子谁啊 不要叫我的名字 戴着面具呢 余生无奈 赵紫诚反应过的 警惕地看着四周 却发现那些记者们一脸平静 甚至连配合演出一下的心情都没有 三选二的体 余生的车还在 哎 还好 他们没听见 赵紫诚诚说了一口气 放心了 周围那些记者的脸更黑了 眉头一跳一跳的 墨学院这件新生 多少沾了点大病啊 而且对面可是有人在给你们下战书啊 这是觉醒者之间的对决啊 五千秋是冠军指数拉满的热点人物 你俩多少回应去啊 我觉得他们听见了 有吗 两人还在嘀嘀咕咕地说着 五千秋一脸冷卫 一缕能量波动自体内浮现 凭空出现一张帖子 击设着插在余生面前 没有再说话 转身离去 潇洒自信骄傲 难道来了 五千秋的阎王帖 阎王要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这是真正的战书啊 估计等这俩人伤好了后 会和五千秋有一战了 周围嘀嘀咕咕的声音不停响着 阎王叫我三更死 余生弥衫着 有些不济 夜神中还带着疑惑 如果二更我就过去呢 赵子诚一脸认同 我们也有我 不由天 阎王帖真够中二的 还没七彩先就好看的 在众多记者呆若目击的目光中 互相搀扶着扬长而去 与五千秋如出一辙的骄傲 谁还不是个少年了 主委 此战 我莫学院当长无敌之子 捍卫学院荣耀 敬请期待 眼看着这两个抢镜头的家伙 终于走了 与人亲咳嗽两声 大大方方地站在最前面 对着众多记者说道 面带微笑 当然 作为学院的老师 平时也会创办一些企业 为人足发光发热 如今我新注册的公司 就致力于餐饮行业 有兴趣的可以打我的电话 号码是 喂 你们别走啊 这些记者毫不犹豫地 关闭摄像头 四散地离去 许元轻懵了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自己这么好的创业计划 只要在记者面前多聊聊 相信第二天 投资商的电话 会打爆他的手机 为了这件事 他足足准备了 一个小时的台词 鼠目蹭光 有眼无珠 许元轻看着 众多记者离去的背影 咬牙切齿地骂着 最终垂头丧气地回到车上 一脚油门 接上余生二人 向每家金元宝酒店失去 我这个主意好吧 到现在他们都没发现 咱的身份 果然得知这次来的是 咱雪色双煞 估计他们吓得吓死了 赵紫诚摘下面具 轻轻揉了揉 自己那条缺腿 炫耀的 余生通过后视近看了他一眼 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说话 不管怎么说 这次墨学院的赔率 绝对降到历史最低点 谁也不会相信 咱们墨学院有夺冠的机会 我三十万重金砸进去 运气好 能收个三百万回来 到时候还需要 那些家伙投资吗 哼 不懈地笑着 许元轻仿佛已经看见了未来 自己手握红酒 站在数百平米的办公室内 巨大落地窗下 俯视着下方的碌碌烦人 最后再感慨一句 我其实对钱没有兴趣 只是想一想 就觉得热血沸腾 直到他们来到这五星级酒店 站在至尊豪华房间里时 许元轻眼睛都绿了 孙文这么有钱的吗 墨城市中心 这房间装修泡是得有几百万了吧 地面上 腰瘦毛发做成的毛毯 墙壁镶嵌的腰筋 能量扩散在整个房间里 华丽地装修 甚至那看起来 朴实无华的水壶里 倒出来的 都是带有能量的水 极致的奢华 许元轻就宛如一个 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墨墨这里 又墨墨那里 最终孤独地坐在角落 变得沉默 和这种人 我竟然只敲诈他五十万 直到许元轻 那幽怨的声音 自房间中响起 逐渐变得痛苦 还他妈没敲到手 更绝望了 能看许元轻就发现 自己梦中才敢想的东西 其实现在就实现了 这至尊套房就数百平 落地窗也有 坐在落地窗前 那由妖兽毛发打造的椅子上 搬着一杯红酒 俯视着整座墨城 视野辽阔 原来自己的梦 来这里花二十万 就能体验一整天 这是许元轻第一次觉得 自己之前的梦想 太过于廉价了点 哇 杨兽 赵紫诚发出一声惊叹 天空中 一只巨大的红色鸟泪飞过 上面隐约间 还能看见几个人影 看你这没见过 失灭的样子 许元轻不懈地瞥了瞥嘴 抬起头看去 瞳孔扩散 震惊 我三 红蓝 土豪 土豪 两人仿佛好气跑包般 坐成一排仰着头 只正在红蓝彻底消失在视野之中 好漂亮 一定很乖 同时发出唏嘘声 再回过头时 发现余生正在仔细地擦拭着手中的匕首 并且在门口处放置一道道的机关 好像还在门口塞了一个遥控炸弹 墨城很安全的 用不上这些 许元轻忍不住笑着说的 余生点头 想了想 又把余线缠绕在门框处 这才退了回来 仔细地检查着 确认没有遗漏后才坐在椅子上 攥着一颗妖精 在修炼的同时打开手机网页 翻阅着最近新闻上那些其他学院名气较大的对手 五千秋 绝险物 阎王帖 灵念学院 好眼术 是今天那个吗 低语者又仔细看了看记者们分析出阎王帖的一些技能 效果后打开五千秋的战斗视频 资料不对 远程攻击只是假象 他近战应该也还可以 分析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关闭视频 继续看着下一个人的资料 赵紫诚都看呆了 我的个乖乖 于老大竟然开始分析对手了 他该不会是要下死手吧 咽了咽口水 赵紫诚仿佛已经看到新闻中这些热门天骄们 在不久的将来被余生按在地上摩擦的惨床了 于老大都这么努力了 我也不能落后 年轻人就应该多吃苦 说着赵紫诚在房间内不停坐着康复训练 是啊 年轻时不吃苦 老了又怎么能习惯 许元清舒服地窝在沙发上 打着瞌睡 呢喃着说了一句 缓缓闭上双眼 一时间正在运动的赵紫诚身体一僵 夜晚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许元清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接听 喂 老家伙 有事吗 这次新生大赛 给我亡狠了的 别藏桌 一路平推过去 电话那边 副校长声音少有的严肃 许元清有些茫然 为什么 别管为什么 告诉余生 打出咱们墨学院的风骨来 他奶奶的 表现得好了 额外给他一千学分 换的物资 够他修炼一年了 说完 直接气呼呼地挂断了电话 许元清听着那一千学分 瞬间就精神了 坐直了身体 看着不愿的余生说道 副校长让你爆发小宇宙 干太阳的 失败地跳了 给你一百学分 热血沸腾地挥了挥手 为了咱们墨学院的乳狱 冲啊 余生默默地注视着他 你话筒的音量 我能听见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老师就是考验一下你的听力 有没有问题 当你那个醉成出来的朋友 明天锁了大盘 后天正式比赛 一鸣惊人 许元清脸不红气不喘 转移了话题 想了想拿起手机 打开通讯打着字 不知道聊了些什么 过了片刻后 才满意地将手机放下 还不忘看一眼余生的方向 这是我给自己争取的补贴 和你没关系啊 既然学院的意思是要装逼 那学生装完 老师也得装 我谈到六角 也是要出厂费的 感谢这些学院 最近一段时间的嘚瑟 给了我发家致富的机会 睡觉睡觉 准备好后天开始装逼 滴掉久了 手艺都生疏了 打着哈欠 不过三秒钟的时间 就再次睡了过去 不得不说 许元清这睡觉的本事 还是够顶的 赵紫诚看着两人 带着些许烟线 又低下头看了眼自己的腿 深吸一口气 像是做下了某种决定 此日赵紫诚拄着拐 一个人离开房间 两个小时后 坐着一个轮椅回来 睡不晒 特制的 这样的话 淘汰赛我就也能上了 说着 赵紫诚手搭载 轮椅的扶手处 一个操作杆上 左腿用力 像是踩着什么踏板 下一秒 轮椅向前移动 速度很快 大概有三十脉左右 并且十分灵活 随着赵紫诚的操作 轮椅甚至在地面 来了一个原地飘移 装逼这种事 没钱我也得上 赵人图的传说 就从这次大灾开始 说着 赵紫诚在口袋里拿出一副墨镜 戴上 在阳光的反射下 墨镜上光芒闪烁 终于有点做炮灰的资格了 许元清看着他 满意地点了点头 赵紫诚那刚刚浮现的笑容 再次僵住 而另一边 余生也终于放下手机 有些疲借 有把握吗 许元清表情微微严肃了些许 看着余生问道 毕竟无论如何 冠军才是最终目标 个人赛没问题 团队赛 如果他们配合得比较好 一打五有点难 余生认真说道 看着赵紫诚 满有些期待的目光 余生又补充了一句 二打五更难 待坐在轮椅上 赵紫诚一时间有些无言 我去修炼了 赵紫诚调转轮椅 不莫向远处走去 余生若有所思 或许深夜里 坐在路边抱头痛哭的 不一定是有故事的人 还是努力修炼 还是不如别人的你 许元清清了 你是在哪儿学的这些赌鸡汤 我好像看的 他们都说看得很智隐 我就想着安慰一下它 余生有些茫然 血还不够吗 我还有 说着 余生拿出手机翻了翻 里面是密密麻麻 一条条安慰他人的性命鸡汤 许元清大体上瞄了一眼 突然就沉默了 难怪最近两天余生说话 越来越奇怪 每天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帖子 他还能保持做一个看起来还算正常的人 已经可以说是心性过人了 下次少看这些吧 又又说了句 许元清同样躲得 李渔生稍微远了一点 只有渔生还带着些许不解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呢喃自语 不够治愈吗 我觉得还好啊 探了一缕缕灰色气体 自两人头顶扩散 最后落入到自己体内画卷当中 余生突然觉得这治愈语录真的很管用 至少他自己是被治愈了 这一天房间内都很安静 看着一脸期待 随时想和他们聊上些什么的余生 两人很懂事地选择了闭嘴 但很快 余生就打通了法外狂徒的电话 想留报复吗 在接通的一瞬间 余生问道 什么 想 余老板是又有什么心裁落了吗 那边在短暂的迷茫后 瞬间变得激动起来 就连摸在沙发上睡觉的许元清 都在无声无息间睁开双眼 默默等待余生的下门 从现在开始少知 等死的那天 落地就是爆发户 余生回忆了一下 真诚说道 你是觉得我很闲吗 那道声音悠悠说道 余生看着那又充实了些许的话卷 心塌舍 有香 隔着电话也是刻意的 难怪都说是治愈语录 果然 网络从不起我 直到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转过身 看得远处的许元清 失望了 能量来源并不是电话那边 只能面对面 没事了 今晚疯盘吧 明天要有其他动作了 说完就挂了电话 没再多说什么废话 余生想了想 凑到许元清身边 老师你想赚钱吗 不想 许元清果断拒绝闭上双眼 换了一侧重新倒下 余生思索 再次走到赵紫辰的身边 你想变强 走上人生巅峰吗 不想 赵紫辰摇头 一脚踩在轮椅的油门上 操作挡杆 走远 只留下余生一个人站在原地 探着手机里那密密麻麻的雨露 余生有些出神 我还有3800多条 念给谁听呢 许元清 赵紫辰 集体打了一个寒战 更加坚定了最近一段时间 不和余生说话的想法 这一货的脑回路 你永远不知道是咋想的 或许过几天 当余生又发现了新大陆后 就会抛弃这些余路 重新买其他东西吧 很难形容赵紫辰和许元清 是怎么度过这煎熬的一天的 第二天清晨 太阳不过刚刚升起 许元清这个最愿意睡觉的人 就猛的起身 出发 墨城教育署 装逼去 赵紫辰一脸激动 驾驶着轮椅 手中不知道在哪倒腾出一把雨扇 轻轻摇着 别说 还真有点那个儒雅的韵媚 两人迫不及待地打开房门 下楼站在街道上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终于不用听余生自言自语 那些莫名其妙的余路了 那些治愈类的还好说 就怕 今日当奋勇向前 余生站在两人身后 看面远处疑难道 来了来了 又来了 两人脸色漆黑 许元清几乎是狼狈地 接过门筒手中的车钥匙 打开车门 赵紫辰费力地钻进去 还不忘拽着自己的轮椅 一脚油门 鸡翅而去 而还未上车的余生 他们更是看都没看一眼 讨好一个来自最成的冷库高手 怎么就成歪了 对此 莫学院绝对不会承认 这是他们的原因 一定是余生自己的问题 余生默默抬手 拦下一辆出租车 坐下 司机师傅 你有过梦想吗 有些稀奇的目光注视着司机 司机摸着方向盘的手一顿 表情变得忧郁 我的梦想就是告诉我你去哪儿 教育术 谢谢 司机一脚油门 嘴里横着歌曲 横山谈 谁年轻时还没有个理想啊 咱就说 当年在学校时 我也是风云夜幕 你是不知道 司机一路颤盘 到达教育术时 驴声下车 有些不舍地对司机挥了挥手 再见 你会成功的 司机红了眼爬在方向盘上 痛哭着 热泪盈眶 曾经 我也是一个少年啊 为什么混成了现在这个德行 很快 司机眼中重新迸发出了斗志 哪怕当一名出租车司机 我也要做最优秀的那个车王 挣了挣安全带 一脚油门 掉头走人 我刚刚 是不是忘了收钱啊 直到他开出了租租三的街道 恍然间才发现了个 似乎很重要的问题 一脚刹车 正在原地 一时间 泪水涌出的更多了些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